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自从上两个星期的分享会 我想大家也这两个礼拜在家 在办公室或者是在社交媒体 也看了很多很多的视频 那在学习上面 我相信大家在这两个星期也有所提升 那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近发布的这个WSP 所谓的Wage Subsidy Program 就是所谓的劳资工资的这个津贴 我们要看怎么样把它运用在我们的企业 所以今天我会设计了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基本上是给大家了解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WSP 在于我们这个人力资源 跟我们所谓的这个薪金 如何去协助我们的这个薪金流的这个数法 这个动作 那怎么样去把它好好的融入 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体系 因为现在我相信 前几天首相也发布了 我们这个行管令 也延后了多两个礼拜 然后4月28号 所以这下来的日子呢 大家要更加小心 更加注意我们手上的现金流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很多企业 在这个时候呢 还不能够营业 还不能够这个所谓的运作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现金流 算是到了一个停顿的一个阶段 所以各位 要在接下来的这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甚至MCO过后 我们更加要注意现金流上面的 方面的一些规划 那好好的运用 现在政府给予的今天 让我们能够更加怎么样呢? 更加可以运用在我们的企业的整个模块 包括我们现在的整个费用啊 开销啊 正是如何去开源节流 这方面也要好好去看 好不好 那好 我看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这个正式的课题 好还是在于这个课题呢 我们是以一个所谓的 增强企业美丽的这个主题来做标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好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Patrick 基本上我在这个公司法 在税务 还有整个企业规划方面 我们也在帮助客户 帮助他们提升 所以在这些年来 我们也很努力的 把好的资讯 好的方法 把大家的这个企业呢 好好的整顿 好好的规划 甚至呢 重新从很多的process 很多的细节 把它怎么样 融入在这个机制 体系跟制度上的一种提升 那好 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课题 是在于这个所谓的 经济配套 经济配套方面 其实我现在看到很多报章都在讲 现在不单单是经济萧条 现在其实是在讨论 我们企业如何能够继续走下去 能够继续活下来 然后重点就是 企业的生存力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各位 我想在 接下来的这几段 这个视频呢 我们的这个slide呢 先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从人才归类 人才这个组别 人才分类 然后怎么样用这个人才机制 的这个分别 的分类 让我们好好的去运用 WSP的整个架构 因为WSP呢 基本上它会有起着一个非常 所谓的一个架构性的一种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采取了这个 所谓的WSP的这个机制呢 我们将不能够减薪 我们也不能够辞退员工 所以在这个接下来的6个月 如果您已经申请了 那不小心下个礼拜 您就已经拿到这个 所谓的批准 那如果你是小型企业的话 你会拿到1200几的今天 那接下来我们就不能够去做 任何的一个大动作 所以我在这个接下来的几个 几个几分钟呢 会给大家知道 我们要怎样去运用 然后到底WSP 适不适合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生意模式 跟接下来的这个规划 好 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单单 但是在说经济萧条的 我们现在谈的是 企业的生存率 刚才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概念 我们再看 所以基本上整新经济 还是拯救经济 现在都在讨论这个课题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谨的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20天 整整20天没有营业了 企业们对这个现金流 是不是有所的这个所谓的压力的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 哎呀糟糕了 我这个现金流好像 如果再给了一个月薪水的话 那也真的做不下去了 所以很多老板呢 也开始在这边焦虑了 也开始在这边想办法 跟银行贷款 跟企业伙伴商量 这个账期是不是可以延后 或者是账期能不能早点收回来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都在 都在进行这个讨论的过程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一个企业 它的这个整个现金流 的所谓的资费呢 它的费用呢 是在于新金 租金 你的营业运的那个费用 就是Operation Cost 然后再来就是银行贷款 你的Financing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Tax 你的税务 所以这五大项目 这五大开销 都是现在 企业们都面对的一个压力了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 着重在于 薪金的部分 好不好 那我们从薪金开始来看 探讨到底在薪金方面 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 节流的这个动作 好不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企业 薪金是占了整个 企业架构成本架构的 大概30%到70% 就是在于看你的那个 运作 看你的那个所谓的 生意模式 所以这个是一个 起着一个非常 举足轻重的一个费用 所以大家必须要从这个 所谓的探讨呢 然后给大家呢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跟一个策略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先 进入这个所谓的人才分类的 这个讨论 那人才分类很简单的 是把我们现在 所要手上的这个所谓的 人力资源 我们的团队 如何把它区分 如何把它分类 如何把它归类于 我们所要发展 或者所要采取 这个所谓的 适不适合用 WSP 适不适合用 ERP 适不适合减薪 还是适不适合 延后他们薪水 甚至不小心 可能还要让一些 员工离开 所以这个人才分类的 这个部分呢 能够给大家一个 很好的一个概念 怎么样筛选 怎么样规划 怎么样去归类 我们手上的这个人 人资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再看 接下来 所以我们分成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让大家能够呢 很快的 很明摆的 很明了的 甚至呢 连员工也知道 原来这个分类呢 这个人才分类的这个策略呢 是这样的一回事 或者是就这样的一个方式 大家都比较容易 进入那个谈判 跟沟通的那个环节 好 首先我们把人财分成 人在 人财 再来一个财 人财的财 再来一个财富的财 人财 所以这里呢 各位 为什么会分成这四大类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讨论 因为基本上 这四个主要的这个概念呢 是取自于海尔 因为海尔在整个 所谓的 全世界的这个企业 世界的这个天气业 都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后起之旧 就是在这二三十年 崛起的一个企业 所以在这里呢 各位 我们要好好去了解 那这样大的一个企业 他们怎样去运用他们的人资 来发展跟开拓 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商机 好 我们首先先看 什么叫人在 在人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员工 他的其实他的意愿 不是很高 能力也不是很强 所以变成 我们会产生说 这样的这个员工 到底是怎么样 他是不是说 就一天过一天 是不是说 就把工作做好了 然后就放一边 如果你不推他 你不杜助他 他也不会动了 就是他在自己的那个舒适圈 OK 他的那个舒适圈呢 就基本上是他自己很舒服的 OK 你推他 他动一下 你不推他 他就等你推 OK 所以这方面 大家要好好的去看 这个所谓的人在 的这个规范 就是 这位员工 首先 他呢 是所谓的 普普通通的表现 然后意愿 配合的意愿 不是很高 然后能力方面呢 也有也有限 就是有待进步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人在 这个部分 我们看下一个 人才 这个叫材料的材 为什么叫材料的材呢 材料的材 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要做家私家具 椅子 我们的所谓的床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沙发 是不是要先从这个这个 森林树林 把这个树桶先把它 运到这个加工厂 所以这个材是可以塑造的 这个材是可以再改造的 这个材是可以再提升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这样的这个员工呢 他的意愿高 他愿意配合 老板说 哎来走 我们就做这个project了 他就第一个冲出来 或者是你交代给他做 他不会拒绝 但是 他就在某一个方面呢 他的能力呢 是不小心是有限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没有能够很快的掌握 他没有像所谓的 一讲就会 或者是一交就通 可是他可以需要时间 他很努力哦 可是他意愿很高 所以这个意愿高 又努力 又愿意配合 这个是所谓的人才 可塑造的 这个所谓的 组别的 我们的团队 所以叫做 叫做所谓的人才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下一个叫做 人才的才 我们普遍上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青红石 那这样的一个组别呢 员工基本上 他的能力非常高 有什么呢 才嘛 人才的才嘛 他非常 强 强的哪里呢 克服问题 他可以说 把你交代的事情 把它做完 能不能做好 这个又另一个考量了 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业异度 不是很高 OK 他会不小心跟你 医院体系 或者是 哎呀 这样 那样 就是可能不小心会有点 推上主事的一种 一种状况 所以他呢 是能力强 可是在医院的配合度 会有所需要提升 这个是所谓的人才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那最后一个分类呢 就是 人才的财 财 财富的财 那这个财富的财 基本上是怎么样 他能够 很有 制造 创造 价值的这个部分 他能够跟你配合 积极主动 也可以 当作是你核心 主导的团队 这个是所谓的人才的财 他会帮你创造财富 帮企业创造财富 然后这个财富创造了过后 怎么样 能够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四个组别 这四个组别 我们就把它称作 人在 OK 人才 然后再来一个人才 财富的财 所以还有这个就是 所谓的材料的财 所以这三 这四个不同的人才的分类 让我们能够了解到 到底 给我们团队 在这个MCO的期间 我们看到了我们团队的整体的精神 看到了团队整体的那个素质 所以在这个素质方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 好好的去运用 好好的去配合 好好的去做一个整合 让大家呢 能够在一起呢 同舟共济 同心齐心 然后好好让企业呢 能够度过这个非常时期 非常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时段 让大家能够怎么样 克服眼前的这个障碍 眼前的这个困扰 什么困扰呢 就是现在 没法开门做生意 现今也开始 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了 所以我们在人才机制方面呢 让我们好好看 在这个MCO的期间 有些企业在家工作 有些企业没得工作 有些企业还在工作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景跟场景 我们在观察人力资源这个部分 或许大家过去两个星期 应该会有所感触 感触什么呢 会有员工自动来跟你说 老板我想公司辛苦 我想愿意做一个pay card 或者是延后我的薪金 只要我能够一个月拿到我的基本生活费 我已经是非常OK了 那是不是说我帮公司 在这方面呢 做一些所谓小小的一种调整 或者是一些配合 那其实讲到这边 我相信老板人呢 如果有这样的员工 相信你也非常的这个幸福 也非常的这个很有福报 为什么呢 因为是你平时的努力 平时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员工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效果 那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员工也趁这个时候呢 好好看着老板 原来我的老板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高手 在这个所谓的疫情 这个所谓的当前 我们能够做出一些很快的一个转型 很快的一个调动 很快的把我们的组织 能够能够一起合在一起 好好的去重新分配我们手上的工作 比如说把电脑带回家啦 或者是去买手机 我们就就就就就马上做一个线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线上的一个沟通 让我们的这个marketing 能够在家也可以做sales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在MCO考验 OK 劳资双方如何配合 OK 如何体现整个所谓的团队精神 然后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呢 再做出一些response 一些反应 然后去怎么样去应对 这接下来还有20天的这个所谓的 还有18天的这个MCO的这个限制令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里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所谓的人才分类 就是要在这几块 在这几项里面呢 好好的去做探讨 OK 好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进入的下一个环节了